台大女医师曾玉慈 星期二晚间被酒驾的占性汽车业务撞成脑死 现在得靠呼吸器插管为生 而占性男子赵淘的画面现在也曝光了 不过法院却以三万元交保 曾玉慈同事是在脸书上串叠 呼吁政府要严刑重罚 而立法院也在前天三读通过了酒驾修正条例 未来酒驾肇事致死 最高可以处十年有期徒刑 民众用手机直击占性驾驶赵淘被抓 他在前个路口撞飞台大女医生曾玉慈 被警察和好心的小黄驾驶合理来下 背园警团团包围连民众都忍不住痛骂 占性驾驶最后被送上警车 资深业务喝酒开车 撞伤了人还想逃跑了事 遭壮的曾玉慈到现在还因为脑死在台大医院 不省人事 台大同事在脸书上发起串联活动 不到24小时就有近万人加入脸书 希望严惩酒驾肇事者 民众怒吼立愿有回应 31号跳灯夜站完成修法 未来酒驾肇事致人重伤行动加加重为1到7年 酒驾致死更将由原本1到7年刑期增为3到10年 希望透过加重刑罚降低酒驾几率 这过去几年来我们看过多少消息了 所以这应该是避免它发生 而不是发生后再去惩罚人 这不是好的方法 过去救命的双手现在震撼死身拔河 杜绝酒驾就是希望同样的悲剧 不要再次发生